好來練習 請問你 這要考什麼? 考磁場方向就是N級受力方向就是N級指示的方向 現在那個甲被吸過來 轉過來 請問你 表示甲是哪一級 磁場是向右 磁場是向右 然後甲這樣轉過來 所以甲位是哪一級 所以甲位是哪一級 我們請 二十二 二十二 N級 N級喔 N級嗎 你確定嗎 確定請坐 磁場方向就是N級受力方向就是N級指示方向 磁場朝右 代表什麼意思啊 N級受力向右 N級指向右邊 那甲指向哪一邊 甲指向左邊 N級在右邊 所以左邊是誰級啊 左邊是誰級 左邊就是S級 所以就S級 所以它是S級 這題在考什麼 這題是在這一巧題在考 磁力線的疏密程度 代表磁場的強弱 所以A跟C哪一個磁場比較強啊 哪一個磁場比較強 C C C比較強 你確定嗎 你確定 A A嗎 你確定嗎 A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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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這要讓它做一句 A還是C A A請坐 C 其實我也不知道 再來我之前是AE 我跟你講了嘛 磁力線的粗密程度 代表我們的強弱嘛 那這一邊 A會比較密啊 C旁邊很鬆啊 你們這邊的空隙那麼大 你看空隙那麼大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答案寫的是A 下一題考什麼 下一題考 磁力線的切線方向就是 磁場方向 脊椎皮不用好好畫 本來應該還要 本來應該還要知道外面是N到S 裡面是S到N 才知道箭頭是朝左還是朝 右 但是 因為它只有一個情況是平的 所以一定是它 只有一個地方是它 線是平的 所以一定是它 不會有別的 所以誰是 這個啊 誰的箭頭 磁場 是箭頭朝右這種啊 蛤 哪一個是磁場 箭頭朝右這種啊 帥哥哪有嗎 二是 F 我會看題目耶 我管你有沒有看題目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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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的時間會怎麼樣? 會分開嘛 所以看就是它是相似還是相似 然後你就可以發現它是N級還是S級 我說了類似題 跟它有關的類似題 學者考過 請問你B是哪一級? 他告訴你A是S級 那B是哪一級? A是哪一級? A是很明顯 可愛小女生 有可愛小女生嗎? No.4 是哪? S級 你做 S級 都沒有問題 S級 P也很值 S S跟N就是N嘛 然後呢就是分開就好像是怎麼樣? 相似嘛 所以另外一邊也是N嘛 那有N就要是什麼? S嘛 所以就S級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球 就是我們前面說你要背好那些事情 把他背完你就 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謝謝客廠練習